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大星宿倒影太虚 象征四季万象 并是无双 一如将齐聚成都的四名挑战者 2019年 故事关于LCK和LPL 那年 我们没有人认识的事情 来自欧洲赛区的众王 与朱雀和其相像 不灭的激情对照神区的烈火 多变的巧思对照斑斓的云翼 我们在队长的一场赛区的赛区 我们准备了一场赛区 我们准备了一场赛区 然后我们再次进行 MSI Trophy, but we lost to G2. 宛若熬过寒冬,冰龙水暖的僵流, 他们总能于险境中避祸救负. G2 will not stand in my way this time. 青龙与春日降下红韵四伏. 去年我们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JDG are the five fingers of Knight's golden left hand. 我绝不会让去年的遗憾重现. 龙之威仪,凌驾万物. 他即神力的象征. 我觉得我们BLG今年变得比去年更强了. 去年我已经现在还没塞,今年会再送你一下. 龙年已至. The council has the shock wave. to send the shock through the crowd here in Busan. And now it's all on Chobe. 秋之白虎,以神圣脉反著称. 力量与脚侠并存,使其加密. 重受之王. 他对烈武量严重之长. 彼此被判断中的变化。 彼此被判断中的变化。 庞之后,我认为了一个人的信仰。 庞之后,我认为了一个人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 我认为了一个人的信仰。 我认为了一个人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 《星亿斗转》。 《星亿斗转》。 行走世间 历史由人书写 曲终灯兮 命运由天注定 LCK和LPL 2019年代表我们会阻止他们 这是我的机会 我们会展现LPL的真正实力 LPL的选择 LPL的选择 369的候选counter 在入围赛的时候其实有拿过一次鳄鱼出来 但效果没有这么好 鳄鱼现在选用率其实也蛮低的 二萨斯 其实已经在拿到路线纳米 然后中路又是一个后期大合的候補的情况下 其实上路也是偏选一个前排阵容就可以了 这一支不太算传统意义的前排 但他本身就是在对线上好打坦克英雄的角色 虽然乌尔加特面对到坦克英雄的时候会有问题是对方的物防装堆起来的时候他的被动效果会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他其实会重复触发 所以像反甲这些减傷效果他其实是会频繁的吃到的 是 看起来是想帮忙下路推线 顺便看能不能多撑一点经验 两等三等再踢回去 不过套博这边换线其实推线的方式感觉是有刻意设计要等喔 因为正常来说你会配合炮车线进塔 但有可能是考量到这一把他们是选择直接打野帮 选择上路直接帮打野吃野怪 所以他们刷牌进度会比较快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是理论上是不会来收这个上路塔的 因为你野区是落后的 所以你在月塔的时间点上你会比对方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刻意控了四波线才进塔 APA直接跳在Cream脸上 这里两段火箭跳下去回去塔下 还好没有被抓到 好我们提斯先来这边 但这个茂凯只有五等而且 Core就因为霸道手还没拉到 但可能不太可能出手 是要选择直接用肉身去打 闪现带走水球 智慧直接加速 Core就位置有点远 但阿们提这里来了 可能要选择直接闪绑吗 最后距离不太够 反而是被Jack Love跟Mako给拉扯到塔下 那又有状态 而且时间点有点晚了 阿们提这里来但来不及 Q3看一下impact能不能撈回来 但距离不够 是被控制抵消掉了 是 直接闪现绑 但知道对方打也在旁边 但多了一个辅助先传大绝 而且AD也来了 带369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走之后 二度步将棋这里闪现是霸道手 其他会来强行把369给留住 手刷给到impact 靠着一开始在线上 有可能有偷达一点经验值 然后搭配后续换线 其实让他取得等级上的领先 这波是六等打五等 看下霸道手会没拉到 那回头想来做交换 但这个跳到水柱回头点两枪 看下能不能即时复活 好像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 Jackie Love两枪三枪直接上半步 拿了个Double kill回来 这边只是有被上坡可以分到的 而且这一波看起来完全是Jackie Love用操作 在打出上半步的双杀的 看下小天这里大爵在CD只有闪现而已 大家看一下随不选择直接开抓 先缓速到 怎么变成冰块 卡桑蒂被留住 impact刚刚已经交过大爵 这里完全没有招式 直接被拖进去369 还以颜色 直接把impact给杀回来 现在又拿了一个上半步的双杀 他已经有电到 现在刻意杀过瑞娜啦 优势已经完全不见了 所以这没办法喔 就是一个抢6等的时间 然后水球还给到Jackie Love身上之后 直接 而且是半血就完成了双杀了 对 阿水这里也是反应非常快 我就是想确保 现在对于听过来说很难受 然后这边野区 Omty又被找到 看到人又是打一套 这边震弹后来打出来之后 还好至于帮我们补了一口 水球最后泡到 Omty剩20滴的样子 最后活了下来 但AP没有要去带边线喔 直接在中路做了一波蹲点 而是在等队友 側面冒凯大绝 但是有进化直接解开 那鬼灵之窝完之后 APA走出来看了一眼也回去了 下落外塔 其实已经快要被他们给拿到手了 但这里369应该已经看到人了 所以他想再bat一波吗 但鬼灵之窝来了 恐怖袭击先往后做一个位移 霸道手腕再拉 队友正在赶快来入图 当初369能不能趁着队友来 来不及 被抓到一波机会 369这波有点皮了 但小天选的直接开车 中路外塔已经没了 而且预示者还需要有人来去做防守 Omty是没有大绝的 Jeklein被扫了一套伤害之后 进化选择把霸道手腕给解开 但侧边有一克里莎的包夾 选择直接傻马 想抓Jeklein Jeklein被秒杀了 格格啊 怎么这样啊 APA这里位置还不错 369也没有办法先刺到对方 不过TL的成员其实都已经三个残血 但是 淘宝没有路线 这波其实证明是没有什么差 但APA被水就给泡泡了 大家没有选择在往前打 反而是鬼灵之后冒海大绝 绑好了之后选择再上去绑 但是一个地板熔岩烈气 反而把对方也给打残 直接拉进褐色车之后 反而是369在侧边上半步 把卡仓的炎处决掉了 Impact这里残血逃脱之后 但是逃跑的方向是反方向的 可能要被防御塔给击杀掉了 看能不能再吃一点冰之后再死掉 最后是被Mako的跳跃水柱给击杀掉 交换来说套路这里不算是亏的 只是交了一个大赏金出去 还是有确保第三条龙瘦下来了 但上一波也是因为 射手要顶到前面去打前排的话 需要吃霍卫的伤害 但Impact已经被抓到了 上一波Impact把大绝交掉之后 看一下Omty来支援 但Kram已经把绝望螺旋炸了出去之后 卡仓帝还是有半血 最后是没有让小炮把塔的经纪给拿到手 塔是守住的 但是T.O想蹲 但被少爷看到了 8刀手会拉回来 我包夾 鬼灵植物喔 这里是包夾 只是想先抓竹女 小天交闪先往后走 往后反大绝蛋 海浪跟2E收购同时出手 反側边陆星恩 陆星恩 陆星恩直接开顶之后 顶出去的命运呼唤 没有撞到Jackie Love 上半步小天先被处理掉之后 APA选的火箭太远往上走 交了一个闪现之后 还是被369给拉了回去 拉近垃圾车 那Jackie Love 下半步一个人正在打三个 也把对方给打退 反而是APA倒的音配 这个位置又是对方家里了 卡仓帝走得掉吗 画面赤眼打到 369 应该是没办法看一下 人头要交在谁的身上喔 机关枪 最后是Cream的阵战轰雷 帮忙把这个人头给拿到手 只是说这个Rush Bottom不是不可以 但现在比较要求要有前排在正面顶了 对 没错 跳走接了一个几地冲刺 雖然控制有抵消到 但是海浪 哇 甩大绝APA有躲掉 但是水炮 水炮 还是把小炮给控制住 绝望螺旋炸开来 小炮回家了 太多招了 怎么躲啊 已经有三招了 我这里直接起连 要被留住了 这里克里莎状态很残 命运呼唤把Cream给拉了回来 周一收购大的位置还不错 但是没有伤害跟上 反而是奥提来了 但只能掩护都有撤退 超博这波知道对方 一个中路死了 两个被打残血 主宰战局 正常来说他至少要两件抓 但知道 奥提是没闪的 交了一个飞夜盾影 想要躲掉 但Cream这个绝望螺旋炸空了 没有关系 奥提最后还是要被炸死 因为毕竟还是有物件赏金 在鬼灵桌下来想 劝退想留一下对方 但留不住 反而是Jack Love回头 直接来到障碍 碎谷当然有留住 而且这个尸射屠兔 直接把问题给扫射死了 Jack Love上去说 还要在滑坤 就是有帮到手里 把人给留住之后 闪现躲了竹女的极力冲刺 光是这波流人 就招式都全部交往 而且APA肯定要被369 给单杀掉 直接拉回去 闪现交出去 还是要被369给拉进了 现在淘博吃巴龙 到一半又想抓对方的369 看一下克迪萨打不打得赢战车 你可以吗 还在叠 叠成凤梨 但最后死的是谁 交了个闪现跟注意往后做拉扯 再等自己的辅助来 但是扯出来之后 发现伤害完全不够 这个吹塔塔打 风龙魂这样 战车跑太快 但画面一回来 369已经Rampage了 恐怖袭击往前还要在顶 这里369跟战神一样 完全不怕对方的射手输出 这就是战车吗 要被留住了 身上是有闪的 看一下海浪出手 金涛海浪把一批给留住 火箭跳跃在空中小炮直接倒地 KORGEJ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IMPACT来了 但他可能拯救不了自己的辅助 打了一个药 但是没有办法复活 交了一个大爵 做位移之后 只能够往对方 应该说另外一边来做逃跑 这边倒下三名成员 淘博要来结束比赛了 在第一把我觉得淘博就展现出很强的气势 在获得优势完之后 基本上是从头到尾都掐在对面 一直在做主动性的进攻 一走出来 爆海就被击杀了 主宝已经裸露出来 海在让JK Love刷 伤害到一半 27分钟 半透薄15比4 第一把比赛已经拿到手 好 一千封 人同永远 突然 chess 可真 差不多 自己的温度 ي我们早些